他说 梵天以上 还有二禅 三禅 四禅 以上还有我们色界天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梵天以上 其实梵天不是最高的神 他是来人间 来这个人间传教的最高的神 就到这里 那底下我们说一六一天是七禅 这科本上就有了 就一六一天都有写 那二禅以上还有少光 无量光 这也有无量光 跟阿弥陀佛的名字是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个直光阶 那个就是一般讲 光阴天 那么传说最早来到这个世界的就是 光阴天的天人 那光阴天的天人 如果阿弥陀佛来讲 就起世界嘛 有点像尽量的创世纪 他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就起世界 他有讲到最早来这个世界的是光阴天的天人 那光阴天的天人 这个是飞到这个地球来之后 贪着这个地球的地匪 就回不去了 那么有的人就在探讨 这个地球 这会有什么一种说法 这个其实是这个地球 就是那个观阴天 这个堕落的天使 那么被关到这个地球的建立里面来 他就回不去了 有点像 有一点就是以前澳洲就是那些罪犯 送过去那边的 那就是他们就起完了照恶业 然后就被送到这个地球了 这个是比较 比较就是有这么这么说法 这比较难听的说法 那一般的说法就是 光阴天的天人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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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地球来 看在这里 这么好就贪吃 然后就就就就回不去这样 也就是像这样 那这个是二产 我们说光阴天在二产这个急功近天 然后三产还有一个扫菌 五量菌 跟片菌 这个我们比较少听到 四产有无云 福真 广果 跟无享天 那最重要是后面这五天 无凡无乐 善陷 善陷 射就近 这个叫做五境俱天 五境俱天就是三国的圣者 三国的圣者断了御界的烦恼 三国断御贪 御贪断掉了 所以他不会到御界 他只会到射界 到射界的哪里 到射界的这里 最高的这五天 可能在五天之中其中一天 然后就在这里 怒涅槃 正阿罗汉怒涅槃 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叫做五境俱天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生人的圣者 那你住的就是三国的圣者 比如说像贫博搜罗网听说也正三国 据说啦 那佛者的两个大户啊 下场都不是很好 就是人间的下场啊 就是说贫博搜罗网后来跟他儿子关嘛 关到死嘛 所以才有伟提西的这个关的要说协谋 那关到死 但是他正三国 这个目前你去跟他说报官再见 跟阿兰的样子 你就跟他说报官再见 然后他后来正了三国 那么这个是摩基头国的 那乔涅俄国的波森一网 出去的时候就跟他儿子这个流离网 那么乍居为网 却战为网 然后他就变成流离 流离师走到贫博搜罗外国 但是据说他正出国 那正出国就可能就生到玉界天了 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 正出国的时候不会生这里也有可能 但是因为他这里是离玉的 那正出国的圣者基本上都还没有离玉 还没有 他只是断三节而已 他没有离玉 所以大部分都还是生 出国恶果的基本上都还是生玉界 那不是玉界的天又玉界的人 大概是这样 那一般都是人天人天 所以他人天一次晚晚 恶果 比如说出国他是人天七次晚晚的 人天 那些热人对不对 那他死了生天 天还是要来做人 然后再来生天 再来生天就这样 那七次 那七次有的时候这样叫一次 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次两次 算口不一样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大概都是有这么算 那三果就没有了 三果就不来了 就在这里 这里晚了就入夜盘 那这个是射界 射界大概就这样 因为这里没有 那玉界前面就有讲了 我就不用写 六玉界就有了 那射界主要是这里 那我们说射界都是 射界都是一节奇跳 这个最低的一节 一节奇跳 这到底是几千节 这个是一万节奇跳 这里是八万四千大点 就很多了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非想没非想 那基本上 这个 无想天 无想天没有办法的写通 出想 二想 三想 四想 非想 非非想 也没办法 定里面是没办法 好 那我们看 所以他说 还有二禅 三禅 四禅 二禅主要就是光 三禅主要就是静 清静的静 那四禅 四禅最主要是五 没有什么 尤其是五不还天 无云 福生 广果 无想 无反 无乐 善见 善见 射就心 他说 这个 还有无射界天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非常非常非常强 但是跟人类没有什么接触 就是说 跟人类有来传教的 有来传教的 最多的是御界天 然后最高的是射界天的除禅天 二禅天以上就没有了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种眷属 要很多人 比较没有那种心 所以只是跟人类没什么接触 只是极少数人能够信受奉行 那么不能成为社会共性的宗教 所以也就不说了 不用特别讲 一般的宗教不外乎鬼神 是多神教的大神 多神教就是像高一天有这种多神教 封神榜 封了那么多神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中国早期 中国都是多神教的 印度也是多神教的 印度基本上也是多神教的 那大梵天 大梵天在印度他也不是一神教 他是梵天 彼斯 恩 无 斯 佛 三位主神的 印度也是多神教 中国也是多神教 那一般那种早期的圆米信仰 都是鬼神教 那基督教西方的 欧洲的 基本上不管是天主教 鬼教 基督教 都是一神教 唯一真神 没有其他的神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大部分就是鬼灵的信仰 鬼神教 那么多神教 一神教 那佛教是属于什么 佛教到底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那佛教 这个要定义什么是神 神的定义是什么 佛教承认有这些天神的存在 有鬼神的存在 有上帝的存在 他是承认的 但不是你说的永生创造一切的上帝 那个没有 但是他是承认有这些 因为天人 阿修罗第一 二鬼出生 这些都在六道里面 这些都在六道里面 佛教不否认这些神 但不认为他们是可以掌握人的生死大权 幸福 痛苦 不认为这样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以上如上所说 都是不理烦恼 不出生死 都还是自救不小的苦恼众生 所以说亦非归一出 现在想到底 那到底世界上可以看到的 可以归一的 可以信的神 宗教 大概就是这一些 不出这一些 可是这一些 给他研究起来 都不是真正圆满 究竟 可以作为真实的依靠 好 归一处处久 有 求之遍十方 那你这样看来看去 想来想去 求来求去 好像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归一的 究竟归一处三宝最吉祥 有没有 有 有 归一什么 归一三宝 人们感到生死的苦魄 想寻求归一 去处处去求 虽然求之不行 没有修行 那么骗十方 印度讲十方 中国比较没有讲十方 中国讲四方 四方四语 八方 印度讲六方十方 那么六方是简单的讲 那么东西南北上下 那十方就在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那中国一般四方四语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跟东南西北 叫八方 那八方就指全部了 所以不太一样 这个是从空间上来讲 那少了一个善跟下 那时间上 中国人 中国人讲十二时 直手银帽 乘是 乘是五位生有虚案 那印度人讲六时 初三时 后三时 就是日三时夜三时 讲六时 那跟现在 现在的时间是讲二十四个小时 那不一样 中国是十二时 直手银帽 乘是五位生有虚案 大概就相当于现在 比如说止时 大概相当于十一点到一点 就两个小时 那印度的初中后 日三时 日初日中日后 那么初月中月后月 那么这样一个小时 大概等于四个小时 大概这样 就时间跟空间的观念 有一点点计算不太一样 好 那它这里是十方 印度都讲十方 包括跟善跟下 都求过了 却尽是一些鬼神 鬼神王国的大神 大神就是 鬼神王国的大神就是玉天 就是玉天 那创造神 就是社界天 都不是真正的归一处 这才知道究竟的真归一处 唯有佛教的三宝 好 那为什么说 只有佛教的三宝才是真归一处呢 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佛教主他们说佛教主的神是真的归 佛教主讲阿拉才是真的归一处 这个从宗教比较上来看 我们就来看了 那么 他说佛法身三者都是稀有难得的 价值无上的 尿用无比的 所以称之为宝 宝就是有价值有作用的 那么归一三宝是我们化凶为己 化难成想 离二向上 转黑暗为官民 一般叫做趋吉必凶 离苦得乐 中国的文化传统上讲趋吉必凶 印度强调离苦得乐 这一切吉祥是都能够成就 所以说最为吉祥 怎么样最为吉祥呢 我们来看 他后面会讲到三宝的功德在哪里 现在只是暂时说 后面有三宝的功德 那么一切都不值得归一 他说值不得归一 就是不值得归一 唯有三宝才是真正的归一处 究竟的归一处 我们讲这是究竟圆满真实 讲这个 那么这不是智障你他 我们说老我卖瓜自卖自瓜 你佛教当然讲佛教好 而是从事实跟理由 从宗教比较上来说 其实我还没学过之前 我是研究我也研究圣经 也研究 也看可兰间 他们叫古兰间 也读博写范 就是看了很多 看来看还是真的是佛教比较有道理 一般都是一般的宗教 十个大概有八个 大概都是强调你的神的力量 你神的力量 他没有在讲道理的 他的道理就是这个神有多厉害 有多好 威德力有多好 你信他你有什么利益 你不信他你有什么过患 大概就讲这个 然后他就举出事实 啊 怎样怎样怎样 大部分都是这样 强调这个神的威德力 佛教不是这样 佛教强调规律 强调法 佛也是依法成佛的 佛他的利害在于他见到法 他如果没有见到法 没有见到真理 他也不叫做佛 佛是觉者的意思 觉悟真理的人 所以他不强调佛的威德力 不是 佛真正的威德力在于 见到真理 讲说真理 叫做开示误入 开示误入佛之 佛之政见 他把佛所见到的告诉你 告诉你要这样做 讲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 真正可以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么离苦得乐的境界 那么为什么会受痛苦 理由在哪里 解决痛苦的方法在哪里 没有痛苦的境界是怎样 他跟你讲这个 所以他有道理 他着重在法 佛是见证真理的人 身是依着佛而见证真理 或是将见证真理的人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其他宗教比如说 你圣经拿来看 圣经里面讲我就是真理 就是道路 就是生命 我说的话就是真理 我说什么 什么就是真理 佛不这么说 佛是我见到的真理 真理是什么 而且他有讲 有佛没有佛 就算佛不出事 真理也是这样 只是佛 佛之所以成为佛 只是他把真理说出来而已 真理不是佛创造的 上帝不是这么讲 我就是真理 就好像有一些霸王说 我就是王法 好像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从宗教比较 可燃经也是一样 就在赞叹这个神 多厉害多厉害 多有威得力 那信仰他有多少好处 不信仰他有多少坏处 所以佛法不这么说 当然后来有一些佛法 也会偏向这边 你拜了佛 怎么样怎么样 不拜佛就怎样怎样 本来脚不能走了 念了观音菩萨脚就能走了 本来吃不下饭的 念了阿弥陀佛 我饭就能够吃得下 有时候也会强调这样 但这个不是 本来在地狱 因为念佛一句 就直接上升天堂 佛法不特别强调这种 有没有这种 就算有也不是 也不是因为佛的威得力 不是的 而是他有那个善根 有那个福德 佛就是启发他的心而已 启发他的善根 他依自己的善根而得解脱 佛如果可以 这样就让人家解脱 那我们就不用修行 佛就可以让我们解脱了 不可能这样 所以佛法是 大概是所有宗教里面 也不是所有 其实像老子的道德经 其实他也是讲道理的 就是道家他是讲道理 后来道教就不讲道理了 就鬼神了 也都没有的 就变成鬼神教了 道家是讲道理的 印度像奇纳教 他也是讲道理的 就是真正讲道理的不多 宗教里面大概 如果有一百个 大概有九十个 都不是讲道理 都是讲神的神力 而不是讲法的法力 不是讲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他是有事实跟理由 两方面得来的结论 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至上回他 不是的 事实是 但是他说 耶稣老师从两个理由 事实 事实上是怎么样 然后从道理上去讲 他说释迦佛成佛不久 创造神犯天王 从天上下来 恳请如来说法 有这么一个传说 但事实上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有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释迦佛成佛之后 犯天勤传法力 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事实 但也有可能只是传说 为什么 佛陀灭后 佛教徒就会把印度其他人 因为他们信匹师母 信犯天 来信信道理天 那么这些天神都拿来做护法 本来就有这种事 所以你看你的神也是信我们 你的神也是信佛 也是佛弟子 然后大部分都有这种事 所以后来其他教 不是其他教 印度教的 也说 其实释迦摩尼佛是匹师母的化身 一样 那到中国的时候 也有这种说法 说其实孔子 就是印度的牡统菩萨 佳瑟 这个老子是佳瑟菩萨 好像讲这些 炎徽是 炎徽不知道什么菩萨 其实就是印度的佛派来的菩萨 来教唤你们的 就方便的 其实还是佛教主 那这个道教主就不这么说 道教主就说 其实印度的释迦摩尼佛 是老子过韩古关 齐清有过韩古关 其他跟成佛的 要教唤你们的 你看 所以这些 像这些话 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我们大概这样看看 就算佛教的传说 也大概这样看 你看 停一停 因为事实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佛教确实也有这种传说 那其他宗教 何尝没有这些传说 也有 也有 所以他这里讲 所以说老实说 这个是事实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验证它是事实 但是经典里面有这么说就是 而这个传说 还是各个部派大部分都有讲 就梵天王群传法 而且梵天王跟佛教的关系 就是佛教里面主要有三个天神 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天魔梵 天魔 常常在佛教里面出现 所以这三个天神 这个天就是道立天 道立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道立天主 第二天道立天 这个魔是塔瓦自在天 这个梵就是梵天 就是这三个 基本上天魔梵天魔梵天魔梵 常在佛教里面出现 所以这三个天神 应该跟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 有很大的来往 就常常会来天法 或是常常会来护死 就像这样 那魔王也有 但是魔王有时候会干扰 他希望你升到天界就好 不要超出异界天 所以他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东西 武欲 他给你最 因为他武欲最高 在过去就梵天了 他给你最高的武欲 让你留在梵天 那让你留在欲界天 那不要让你解脱 天魔王天魔万常见 好 那他说这个创造神梵天王 从天上下来 那么请无来说法 他觉得他对于他的儿女 这些人都是他创造的 那么事实在是毫无办法 释迦佛答应了他 这才大转法人救度人类 这样讲起来好像 释迦佛的慈悲是梵天王启动的 其实不是 这只是有这个传说 其实就算梵天王不勤转法人 我们这样来讲 梵天王如果不勤转法人 释迦佛会不会说法 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说法 为什么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为什么犯天王不勤转法 以释迦佛会说法 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 我们来想这个问题 所以 佛跟阿罗安就到了差点 就在有什么 有什么心 有菩提心 对 他是有菩提心的 那么菩提心 会不会在成佛的时候 忽然间没有 会不会 不会 不会 你想一想 假设说 我们不是说释迦佛 成佛之前 有所谓的八向成道 有没有 八向成道就是 他先投他 他之前 释迦佛还没来到这个世界 他住在哪里 在哪里 都帅天 都帅天嘛 刚才不是讲 都帅天是普处普洒 都帅天是普处普洒 普处普洒就是一生普处 他住在那里 住在多帅天 然后 等到时间到 从多帅天下降人间 然后他先选好 他先选好 父亲是谁 母亲是谁 然后人间 然后降生 然后出家 休息 出家 休息 然后成佛 那东运章 又苦行 他就成佛 好 那么所以 他成佛并不是偶然 他是在多帅天 就已经决定 一生不处 他这次来就是要成佛的 他这次来就是要成佛的 那成佛是为了要成佛什么 成佛是为了做什么 他都众生的 这个是他多生累劫的宿愿 他怎么可能说没有人情 情状法人 他就不说法 那这样 这样就变成阿罗汉了 这样就变成阿罗汉了 没有都众生就入内法 那就变成阿罗汉了 所以是不可能的 所以但是他有一个表法 就是变成说有人来请 而且这个请的人 请的人是这个 这一个天神里面地位最高的 那就表示说 这个是印度人比较信仰的 早期佛祖师大 信梵天的人也是很多的 现在印度人不信梵天 现在梵天都谁在信 欧洲西方美国 基督教天主教这边在信 印度人不信梵天 你有没有信匹斯鲁跟师伯神 一千间里面 根据统计 一千间庙里面 梵天的只有一间 其他都是匹斯鲁跟师伯神 那以前梵天 匹斯鲁 师伯 是三大神 有时候梵天最高 有时候匹斯鲁最高 有时候师伯神最高 那我们从这个佛经里面 梵天神记载的比较多来讲 佛陀那个时代信梵天的 梵天是神格比较高的 但是印度人是轮流来轮流去的 有时候梵天是最高 有时候师伯神最高 有时候匹斯鲁最高 那现在是有三神 但是梵天神比较少人信 梵天神少人信 最多的基本上 他现在是在西方国家 欧洲 基督教天主教这些 鬼教这些都信梵天 那么还有就是 泰谷的四大 塞谷的四面佛 那个是大梵天佛 那个也是梵天 但是他那个不是主要过一的对象 他是祈求的对象 有点像我们的关公土地公 类似像这样 又不太一样 所以就算梵天没有勤转法人 释迦牟尼佛本来来这个娑婆事件 就是要杜众生的 他本来就是来这个娑婆事件杜众生的 他怎么可能 因为没有人勤转法人 他就做出入涅槃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说梵天勤转法人也有一个意义 因为当时信梵天的人很多 那你看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都来请佛转法人了 那你怎么可能不学佛 是不是 你们的神都来 都来学佛了 你还不学佛 像现在不是开始研究 你在研究嘛 耶稣有几年的时间不见 听说去西藏学佛 这没有传说 有的说印度啊西藏啊不晓得 那他这个 他这个信仰很多都是 可能有学习这个净土思想的 就是开始有人流传这个了 但也有可能是事实 因为确实是有这一段空白形 那么基督教是没有说的 好 那么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那他说这个梵天勤转法人 所以佛答应了他 这才大转寡人救度人员 还有一个魔请入涅槃 所以这三个人里面 我们说天魔幻天魔幻 魔 犯 这个请转法人 这个请入涅槃 请佛入涅槃 那佛答应他就入涅槃 那范天王请转法人 那范天王请转法人 佛答应他就入涅槃 佛答应他就开转法人 当然我们说这个范不请转法人 他也会转法人 魔不请入涅槃 佛也是用入涅槃的 只是说他有个代表性 那那个像这个多帅天 不是刀一天 天魔幻 这个是多帅天 那刀一天 那刀一天 那刀一天主要像佛长长去刀 佛曾经再刀一天三个月 那常常有去刀一天说法 刀一天也常常下来护法 那主要是一个请转法人 一个请入涅槃 那这个是当时的主要三个天神 其他天神就比较少看见 除了在华元经 每个天神哪一天哪一天天神都下来 不然其他人是比较少看见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梵天王做了佛弟子 得到了礼遇的胜果 那么基本上也有说 梵天王也正三国 有这么说 还有过去世中与玉皇大帝神格相近的第四天 其实就是我们的玉皇大帝 自己知道快死了 不幸的是死后还要堕落朱胎中 忧愁苦恼去请大半天王大智在天等说法 甚至天然地别 山中水边到处去请问鬼神与外道仙人 结果是一切突然 莫鸟遇到佛陀 听佛说这才救免了猪胎的厄远 还生天国 那么这个是我们前面也有讲到 在二十三月这边也有讲到 他这里有讲到 二十三月到死第五行那里 莫鸟遇到人间不能忧愁而死 那么这个其实是有讲到 有讲到高立天 那么讲到三十三天的天子 将要堕落成为猪胎 所以说免了猪胎的厄运 那么依照真阿寒心来讲 他不是说到第四天 导师读书太多了 有时候会分在一起 他是说第四天 三十三天的天子 三十三天的天王是第四天 高立天王 不是高立天王 是高立天王之外的那些天王 有三十三天嘛 其他的天子 也许是东南西北各有八天 那么那些天子也是天王 但不是高立天王 但是天王其中有一个 那么要堕落猪胎 要堕落猪胎 那他赶快去问 那么问了很多 都没有能够救他 后来这个高立天王 高立天主比较随佛比较多 他比较常文法 常常去父使佛教而且天法 那么他告诉他 你赶快去皈依释迦佛 那这个天者天的这个 他们天王的话 他也是天王 只是他的小 比较不是像高立天那种大天王 所有的天的天王 总天王 他听他的话 然后就要去皈依商保 然后皈依了之后才免去 落落猪胎 是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多神教的大神 以一神教的创造神 都非归一佛不可 那这个当然是佛教的传说 那在他们 比如说回教啊 基督教啊 他不可能有这种传说 那当然这种想给基督教回教 他也不相信 他不可能承认这种事 那所以佛教徒当然就会觉得 哇那佛好伟大 那实际上这种 但实际上佛教确实是 比其他的宗教有道理 佛陀也确实是 比其他的宗教有力量 当然是这种 当然不是纯粹只是 就是大家各自赞叹来的 确实不是 我们从经典的比较 宗教的比较上来看 确实佛教是比较好的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归依处处求求之骗十方 多神教的大神 一神教的创造神 都非归依佛不可 归依处处求求之骗十方 正是第四天的亲生性命 至于理由 下面分别的赞叹 那么三宝的功德 说明三宝功德的究竟 所以真是众生的归依处 下面在讲理由 那前面讲的那个事实 只是佛教记载的事实 那是不是真正的事实 我们不知道 就好像国民党 国民党记载的历史 跟共产党记载的历史 是不一样的 你说事实他来看不是这样 他说事实 对你来看好像不是这样 那么这一部分 比较会有争议 但是从理由上来说 那确实可以拿来比 宗教比较可以拿来比 不用把佛跟上帝比 就把佛法跟圣经比 跟可兰经比 或是叫古兰经比 或是叫古兰经比 或跟伯且范经比 你就可以知道 书胜在哪里 好 那这里来讲 正法以为生 敬慧以为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法生慧命 自列人究功 理佛两足尊 现在一个一个介绍 佛的功德殊胜在哪里 法的功德殊胜在哪里 生的功德殊胜在哪里 那么先战 就是先论 就是论说 赞叹佛保的功德 就是佛的功德 那因为是保 是佛保 法保 生保 叫三保 那么佛是犯人 意思是觉诊 那我们又说过 这个其实就是 佛法生都被检阅了 中国人的号检 四个字的要简称成两个字 两个字的要简称成一个字 这我们有跟大家讲过 中国人的号检 三保是佛法生 佛原来是佛陀 不答 他应该叫佛陀 可是 就给他简称叫做佛 法 法基本上是达摩 这个是意义 他就简称叫法 生 生不是生 生是生且的意思 三卡 简称叫做生 那这个菩萨 他原来叫做菩提撒多 四个字 简称成两个字 那两个字就简称成一个字 比如 你叫阿弥陀佛 阿罗汉 阿罗汉 基本上 罗汉其实是应该叫阿罗汉 不能叫罗汉 因为少了一个阿就不一样 在印度是这样 少了一个阿就不一样 他其实是阿罗汉 那我们就叫阿 我们就简称叫罗哈喜 那阿弥陀佛 我们就简称叫阿弥陀 再简称叫迷陀 那偶尼大师有的时候叫阿咪 还有阿咪 阿咪一简称 他叫阿咪 那一般人是没有讲阿咪 阿咪看他很奇怪 就讲迷陀 那其实不能讲迷陀 因为那个阿是母的意思 那本来是无亮光 你这讲迷陀就变成有亮光 但是中国就没有这个意思 没关系 就简称嘛 所以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经典里面很多都是 都是把它简略的 所以他这里讲佛 佛是泛语 其实正确应该是佛陀 不达不达 那翻译有时候不一样 以前有时候翻不多 寻找的翻不多 就很多种翻译 那这个佛所觉证的 是觉证 觉悟的人 觉悟什么 觉悟真理 者就是人 觉悟真理的人 那佛所觉悟所证到的是正法 正法就是真理 正法也可以以为妙法 为妙的真理 法是可诡可责 就是它有一定的规律 那么你有一定的原则可以依循 而得到同样的事情 那么不变不失的 就不会改变 那世间的所谓原则定律 我们不是以前常常被很多定律 物理的定律 什么定律 数学的定律 其实有些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定律有时候会改变 不同的时空 现在最夯的就是量子理论 量子理论就定律了很多以前的定律 就不一定是这样 那你说像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后来他自己修正 所以有很多所谓的定律都不一定 不一定是千古不变的诡则 在这个世界是这样 在另外一个世界有可能不是这样 在这个时空是这样 另外一个时空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世间的一些知识理论 他不断在变 牛顿时代牛顿是最伟大的 牛顿过后 牛顿的发现的东西也不是真的 就是他会被改变 但是后面的人站在他的基础上 再往前一大步 就这样 一起 一起 爱因斯坦 然后就一直往上 他继续是这样 像莫敬提出黑洞理论 后来又白洞理论 反正就是很多 反正就是开始有些东西他会改变 好 但是法它是不变不失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法它有三个特点 那就是正法 我们来看 所以正法是正中正而不偏邪的 唯妙而非浅显的 这是有永久性 普遍性的绝对真理 讲到永久性 普遍性 有佛无佛 法性 法住 法见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经典里面常常讲这句话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法性 法住 法见 就是永久性 普遍性 若佛出世 就是有佛没佛 佛出世把法说出来 佛不出世 没有人把法说出来 比如说缘起 佛还没出世之前 没有人知道缘起法 佛出世了 讲出来 那么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个是理则 那么悟见人舍利我听到了 就正正里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 他就了解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若不出世 出世就出现在这个世界了 那佛出世就是佛在这个世间 见到的真理 叫做佛出世 佛出世 若不出世 法性 法住 法见 这个是经元里面常用的一个形容真理 法性就是怎么样 本来是这样 本来是这样 法住就是一直是这样 住 深住意念 没有改变 不变 所以在前面讲的不变不思 一直是这样 我用简单的话讲 这样就是如释如释 所以说法尔如释 他就是这样 我用简单的话说 一直是这样 2000年前是这样 2000年后也是这样 在印度是这样 在中国也是这样 就算到火星 到昂素星座 仙女星座 听说这两个星座的外星人 我们常常来这个地球 就算到那里还是一样 法界普遍是这样 到哪里都一样 这个叫做普遍性 一直是这样 它有它的永久性 它本来是这样 它的根本性 它的根本性 它是本然性 它有它的本然性 它有它的永久性 它有它的普遍性 它有它的普遍性 就必然性 必然是这样 所以有永久性 这里有讲 就是说这个法 那么具有永久性 永久性就是它一直是这样 有普遍性 它普遍是这样 还有它的必然性 它本来就这样 那么基本上是法性 法就法性 有佛没有佛 真理就是真理 那么套一句基督教讲的话 上帝也不能改变 一加一不等一 你不能说我创造一些 那我现在要创造数学定律 一加一等三 那不行 一加一等六 那类似像这样 佛 佛不是创造真理的人 佛不说我就是真理 上帝圣经里面 我就是真理 道路 我就是道路 我们讲法是两个 一个是真理 一个是正的真理的方法 真理就是道理 正真理的方法就是道路 那我记得那个基督教 我们去那个 这个那个基督教的那个 那个教堂的外面 就写的我就是真理 就是道路 不是生命 真理道路上帝说就算了 佛不这么说 我是发现真理的人 他不是创造真理 他不代表真理 我是见证真理的人 传说真理的人 就是说我演说真理 而且教你们正真理的方法 他并不是说你信我 我就是真理 你信我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你正正真理的方法 你只要念我的名 你信我 不是这样 佛法不是这样讲 佛是见证的真理 并且传说真理是什么 教大家怎么证真理的人 他不代表真理本身 但是他见了真理 他就代表真理 是这样 但他还没见真理以前 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那基督教不是 基督教是他一直来都是上帝 他上帝原来就是上帝 本来就是上帝 他没有做过凡夫 但佛不是 佛是本来也是反如跟我们一样 后来见证的真理才成为佛 那上帝不是 上帝是一开始 他就是神 我们就是人 我们再怎么样努力也不能成为神 他再怎么堕落也不会成为人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永久性 普遍性的绝对真理 所以永久性 普遍性跟绝对性 他本来是这样的必然性 所以他有三个 必然性 永久性跟普遍性 圆满绝症的正法才名为佛 所以佛是以正法为生用 你像基督教的圣 我们常常讲 圣 圣这个概念 奴家 基督教 佛教是不一样的 封圣 像孙悟空叫擒天大圣 这个圣不一样 那奴家的圣 奴家的圣 奴家谁是圣人 童者是圣人 遥顺雨汤文武周公 圆满 遥顺雨汤文武周公 孔子孟子圆满 圆满 圆满底下就没有了 圆满底下都是圣人 就变成不是圣 是圣 那其他的孔孟圆满 这些是圣人 其他都是圣 没有办法成为圣 三代以下就没圣人 那这些圣人谁来的 遥顺雨汤文武周公封的 周公是圣人 孔子封的 孔子是圣人 孔子的弟子封的 孔子也问他你是圣人吗 孔子说无何感言圣 我哪里敢说我是圣人 孔子也没有讲自己是圣人 孔子是圣人 是后来的人封的 就好像印光大师 靖子通过十三组 印光大师只推到十二组 后面的弟子把他封做十三组 类似像这样 那他们的圣人 这奴家是 后面封前面的人的圣人 就很像天主教也是这样 天主教也是这样 天主教的圣人是怎么来的 后面的主教决定 你要不要封圣的 德雷撒 被他封圣 那是后面的主教初先决定 就是他们开会决定 那前一任的教皇 要不要封为圣人 后面的决定 凡夫 圣人是由凡夫封的 那农家也是这样 后面的人封前面才会圣人 佛教不是这样 佛教不是这样 佛教要成为圣人 他有一个准则 不管是谁 谁也不能封 他只能受祭 受祭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佛 我已经圣子 我知道你到了这个境界 因为你就是出国 你是恶国 你是生国 他只能受祭 他不能封他或圣 受祭就是 你这样的情况一直下去 受祭未来 或是现在 比如说蓝灯火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释迦菩萨受祭 你现在已经德雷撒罢了 十分之后你就胜了 你断了烦恼 断了什么烦恼 他有一个理责 你跨了这条线 你就是圣人 这条线以外 你就不是 你就是凡路 超凡路圣有一条界线 这个界线是什么 断身见 就是无我 正无我 断身见正无我 这是一条界线 正无我 就见缘起 就见真理 缘起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法 正法 就见真理 这是一样的 那么 这个是一个界线 谁只要断了身见 正无我 见了缘起 谁就是胜者 就算你说我不是 我也是 就算你说我是 你没有见到 你不是就是不是 佛风你是 你也不是 所以 这个 这个佛教里面的圣者 他有一个介绍 那其他的 其他的就没有 后面的人 风前面 一般是怎样 后面的 奴家也是这样 姚舜女 他母 五周公是圣者 延回同门 其他后面的 怎么样都没办法 成为圣者 朱熙啊 王阳明 最多只能吃 是贤人 他们就是圣贤 西圣西贤 我们家就是西圣西贤 佛教用圣贤的理论来讲也是这样 就有内反外反 贤位 圣位 是这样 那圣基本上就是出国以上 就是断身 决定会解脱入魂 这个才是圣者 这都超反入圣 跟其他宗教的所谓的圣贤不太一样 那其他的宗教神永远是神 人永远是人 否则不是 但奴家也不是 奴家是人可以成圣成弦 那天主教基督教就不可能 你不可能成为神 你永远是神的 神的旁边养的那个养 就是你永远是人 你只是说 你的殊胜是能够到神的旁边 成为神的使者或神的仆人 这个是你最殊胜的 你不可能成为神 那奴家是可以成为圣贤的 人人皆可以为尧顺 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圣贤就是 基本上奴家的境界 基本上就在一界天 奴家的境界就在一界天 道家的境界高一点点 在社界天或是无社界天 道家的境界高一点 在社无社界天 因为道家有参见 人家是讲现世的利益 那基督教基本上最高 天主教最高 基本上就在出殘天 那佛教是出三界的 这一些他是出三界 他不在这个天界里面 好 那我们底下看 那么佛为什么能圆 时间到了 我忘了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后面是讲到三宝的书圣 好 那我们先讲到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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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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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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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